沐延 男43岁 硕士 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 各位老板 你们好 我叫沐延 天津人 现在北京 我之前做过软件工程师 干过销售 做过互联网产品 做过运营 也做过品牌营销 我今天应聘的职位就是市场总监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 谢谢 紧张 刚才我讲了 我做过很多各方面的工作 就是真正打工的时间其实只有不到一年 其实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应聘的经历 你原来是站在那个位置的 后来在这个位置的 现在到这个位置来了 越混越惨 我为你的前途堪忧 对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它起起伏伏的 你关键你只是伏没起 你曾经是几乎算一个神童 读书很棒 是吧 而且还差点读了博士 虽然中读输学 对 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比如说你 你以前中学的时候你是个学霸 对吧 但是你考上清华以后呢 因为发现所有人都是当地的学霸 基本平均就是帮你大概十名左右 后来考中了清华是本科 对吧 硕士在哪读的 硕士也是在清华读的 然后后来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后来我就觉得不应该去读书 应该尽快进入工业界 然后就去了硅谷 所以博士辍学你不后悔 我一点都不后悔 后来回国以后 在创建百合网之前这段时间 你在干嘛 当时03年回国 回国之后 未经议中 你现在还是上闪的 你现在还是上闪的 你现在还是在家里 你现在还是上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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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 就出台了 对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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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毕竟离你近了一点 就是因为主持人毕竟是核心吧 然后照你的时候总能把我给烧带上 今天又到这儿来了 你离舞台的中心越来越近了 今天本来不想来 后来想 总算有这么机会 还能曝光一次 能够连续半个小时介绍我自己 太棒了 赶紧来 这是一条想红的路 不归路 那么再问一下 今天你来求迟的话 你应聘的岗位是 市场总监 要求薪酬多少 前面两个都开得好低 那么两万 三万 太谦虚了 对 我觉得能够达到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就可以 就是2500 你混成这样了 但是我要 但是我要公司15%以上的股份 最翁之一不在酒 为什么呢 我希望有一个跟企业 一个特别紧密的一个连接 就是有一种当家人 或者说一个所有者的 你要15%要的多了点 15%还可以 陆六老师 还有莫言 我觉得特不实诚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都是石胶之地 但是我觉得你一说15% 吓死我了 你要了15% 这个老梁还 每个人就要15% 然后60%已经没有了 对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一个企业真的想做大 就是作为老板 一定要用凶缓 你应该把100%的股份 都给你的高管和投资人 你应该不拿股份 你就拿一个名就可以了 但是首先就是说 银河旅游肯定不去 因为一个律师事务所 搞的这个旅游公司 肯定也不靠谱 那我就觉得 但是你说非得让我去 是吧 那当然你 可能应该给我35%的股份 觉得你特别可怕 你知道吧 因为你现在已经到了 什么程度了 就是不去做任何的调研 只是因为 对不起 因为他以前是做律所的 那就不能去做旅游 这道非常骗 我调研过 我之前跟他聊过 就是他这个叫银河旅游 是吧 他其实还是吃他的资源 就是他的这个客户和关系网络 整个这个企业的存在 没有太大意义 我问一下 人力资源专家 对于这个狂傲的求职者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作为一个求职者 首先不论你过往 有多么辉煌的业绩 有多么辉煌的人生 既然走到这个舞台上来 我们就要从零开始 对不对 就要有一个空背的心态 就是我们作为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 必须具备的一个特点 请你一个坦然的心态 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吗 好好好 来想一想 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解读你的PPT 把木炎的PPT拿出来 我在这里面 其实就只谈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之前 由我来主导 在百合做的一个营销的案例 第一条视频 是我们最早做的一个 我们第一条电视广告 我们促成了上百万对的美好姻缘 我自己的老婆 也是在百合网上找到的 我们俩都喜欢上开心网 现在上开心网 可以领取百合红豆 送送给单身的朋友们 让他们也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这是我09年 刚接手百合的 那个市场和品牌工作的时候 我们做的第一条 这个电视广告 然后呢 当然也做了那个 当时《非诚勿扰》 这个电影的应钱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就花了五万块钱 没有演员 我跟我老婆亲自来演 是吧 然后还为了 就是所谓的扩大营销效果 这个30秒广告呢 我们当时拉了 当时很火的开心网 我们从开心网换到的呢 是开心网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 去推百合的注册 这么一个资源 但其实呢 这是一个 就是我做的第一个 失败的 非常失败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这30秒的广告 谈的内容太多了 这是一个品牌营销的大集 我今天花了五万块钱 而且这事 我们当时花了 两千万头 那个《非诚勿扰》的硬钱 那么也犯了一个 严重的错误 就是说 第一 只听信了 这个广告公司的介绍 说有多少多少单身的人 会去电影院 是吧 但事后 事后失败了以后 我在万达影院 蹲守了三天 发现其实 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人 都是情侣 所以 整个这个广告内容的策划 以及投放的渠道 都是失败的 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好 我们再看 我们那个去年投的广告 今年我一定要结婚 哪怕是为了外婆 结婚了吧 我不能再慢慢挑了 我要去百合往实体店 外婆 我结婚了 因为爱不等待 那么这一条 在去年春节的时候投放的 那我们当时做这个广告呢 就已经把整个 这个营销的方案做好了 也就是说 你投放广告 一定要争取把它 做成一个事件 所以这条广告呢 我们故意把它做得 很有争议性 投放以后呢 如我们所料 在这个微博 有将近三百万 三百万人 来联合 说叫抵制百合网 后来呢 这个在春节的期间 以及后续的一个月 我们的这个 每天的注册量 增长了三倍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 先割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现象 慕言是唯一一个 在非你莫属的 求持舞台上 通过两段视频的对比 而非PPT 来展现他曾经的 能力的增长 又或者是变化的 这种方式 你们认可吗 我觉得 可能有选手会学 我觉得相当值得借鉴 但是差了一点点 就是他后面 如果做一个量化的展示 或者一个数据 对 数据的展示 作为支撑 才能够更加清晰地 体现他的成长 库尔特你刚才举牌是 我们老板 不要掉到 掉到后人的陷阱里面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他已经准备好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 等于就是像他在吹牛嘛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没有太多的意义 其实我挺反对你的意见的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节目做了五六年 每次到天生我有才的时候 不是上歌就是PPT 很多形式已经很老套 但如果今天不是慕言 是一个选手 用这样的两段视频 对比的方式 不管它效果究竟如何 会给我们带来 非常新颖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他除了说 自己成功的案例 实际上他更说了 自己一个失败的案例 对 实际上这一点 对公司来讲 是更为重要的 因为就是我们 如何把我们有限的资源 再投放到市场里面去 那我们避免犯错误 实际上他就作为一个市场总监 这个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 上来以后貌似 特别不正经 口出狂言 我要15%的五分等等 但是他在一些细节的考虑上 的确让人感觉非常新颖 所以有的选手上来之后 可以有个性 可以有一点慢条思理 或者是不经意 但是一定要在准备上 做充分 一定要有干货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别出心裁的才艺展示 为沐延赢得了不少老板的青睐 八家企业为他提供了职位 而在接下来的灭灯环节 沐延再一次展现了他的特立独行 为大家示范了 如何才是最高效的灭灯 但让人更加意外的是 最终他留下了 之前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梅相容 虽然他录者和迎客旅游 给出的职位都是市场总监 薪水却是大不相同 但对于看重股权和发展的沐延来说 他又会做出什么 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呢 你刚才还一直说 梅相容那个公司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你留了他下来 选择两个留下来的人 居然是同一个趋势方向 这我觉得是错的 刚才留灯的这些呢 我觉得还是旅游户外 相对更靠谱一些 所以这个赛道 这个赛道我是想赌这个赛道 我很感谢老梅 给我这个十万的月薪啊 就是 汤鲁给的三万也不少 我想问一下 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呢 期权是多少 期权是这样 我们是新的浪质执行副总裁 是拿的我们六百万的股权 的期权 不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忽悠吗 你告诉我 就是 这六百万股是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多少 我们是十二亿的股值 现在是 千分之五 太少了 沐妍我来回答一下 太少了 太露者给你的期权啊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对高管 有一个这个溢价的奖励 第二 我们董事长拿出来 个人的一千万股股票 增值部分的百分之五十 作为我们的高管的奖励 第三 我们有一个员工持股计划 我们用这个 加了一个两倍的杠杆 然后让员工 用我们的一个订增的方式 能够拿到股票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期权或股权方面 我还不是特别满意 其实在这个环节 当有一些求职者上来 面临到一些所谓期权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其实有些求职者的内心是不清楚的 那么如果要做一个这样的求职 和这样的一个待遇的要求的话 他们应该准备了解一些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高管的话 看公司的阶段 对吧 就是比如说像探努者这个阶段 我觉得一个高管去给千分之几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刚才探努者给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千分之一 孟雅 我提醒你一下 因为你要的是总监的职位 如果你要是VP的职位 我一定会按VP的职位给你 因为我们说话负责任 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 最后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想再大概问一下 就是两家企业 今年在市场方面 大概是一个什么策略 我不知道沐妍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当一个求职者已经觉得自己需求的报酬 已经远远低于自己的预期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 你的预期不是2500吗 他的预期是15%的股权 就是期权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你还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你不是本来就写写再见了吗 对我知道就是 郑总说的对 就是我应聘的 对你总监嘛 我应聘的是总监 所以他能给我千分之一 所以你也能接受 对然后我希望能够奋斗到百分之一 你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银科探路者或者是谢谢再见 沐妍你的选择是 我选探路者 其实你要胆子大一点 把问题听清楚 可以稍微想一下